在过去的十年里,朗一全系销量突破了350万辆,这是个恐怖的数字,也证明了国内消费者对它的认可,可即便经历了两次大改款, 老旧的PQ34平台到底不足以再让朗一在白热化的紧凑型车市场上维持竞争力,所以这一次,全新换代的朗一瞄准了MQB平台,它从里到外都是新的,全新朗一的尺寸更大,高级感也更强,新的平台新的发动机,虽然它从里到外都是新的,但它的性格一点莫变,仍然是台坐起来舒适开起来轻松的家用轿车, 它仍然拥有销量芒的潜质,只是它的出现绝不是被用作替代现垮朗一的,从售价上你可以明显看出,上汽大众对全新朗一的定位,它恰好身处现垮朗一和帕萨特之间的价格区域,和零度一起从运动和家用两个维度,共同抢占这一细分市场, 但放眼到国内所有大众品牌,无论是朗一还是宝来,南北大众这两款走辆神车几乎同时期换代,它们都使用了最新的MQB平台,价格区间相近,未来的紧凑型轿车市场竞争会更加紧。